馬上帶您來關心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今天下午出席了 國家永續發展獎的頒獎典禮 而在時事業鐵連坊方面呢 離島的居民都很關心說 兩岸的小三通 到底何時會恢復開放呢 目前政府的態度是 行政院長蘇貞昌說 因為中國的疫情有變 擔心可能會引發一波 來台搶藥潮 來聽蘇貞昌的最新說法 因為中國政府突然蓋牌了 那從其人民在排隊 發燒檢測治療 及告出在搶藥瓶 我們覺得事情不太妙 所以更加警惕 小三通等等 也還是要以保護 國人鄉親健康為第一 另外一方面大家都很關心說 民進黨在敗選後的 內閣改組進度又是如何呢 我們了解到其實 前副總統陳建仁 今天早上來到了行政院 來跟蘇院長來進行 一些相關的會談 到底是不是有談到 內閣改組相關議題呢 來聽蘇院長的最新回應 陳前副總統來行政院開的是 林外域政委主持的防藥會議 他已經來開過好多次了 至於內閣的改組 幅度大小內容如何 上次已經跟大家報告 在立法院會期結束後 我和總統討論定案 會跟社會大眾報告 可以聽到蘇院長解釋說 其實前副總統陳建仁 早上到行政院 是要來出席一場抗癌的會議 他也來參加過很多次了 當中並沒有涉及到 一些內閣改組相關議題 進入內閣改組進度 會等這個立法院的會期結束之後 他跟總統進行討論定案之後 才會來跟外界報告